大家好 我們在一座將近一百年的古堡裡面 怎麼樣 這是古堡裡面的 都知道我的人了 這叫什麼 小前院嗎 室內小花園 這個地方叫 Casa Roma 建於1911年 然後是一個私人企業家也是金融家 在1911年花了三年的時間 花了350萬美金蓋的 那時候350萬美金現在還是很多 可是在那時候350萬是不是更多 然後那時候他因為很喜歡歐洲的一些建築 所以他就是花了這麼多錢 然後耗時這麼久蓋這一棟城堡 然後也因為他很喜歡歐洲 但是因為他的老婆沒有辦法不便於行 所以就是他很愛他的太太 所以就是在加拿大多倫多這邊 蓋了一座中古世紀的城堡 綁歐洲建築給他老婆看 然後現在就是有許多的上流社會的人 然後還有一些慈善機構的活動 都會在這裡舉辦 滿漂亮的喔